根据最新统计 台湾人平均寿命达到80.7岁 但晚年平均却有8.4年 苦于卧床跟身心疾病 银法族除了身体退化 50岁以后 大脑也会因为萎缩而脑力下滑 让生活品质下降 增加失智几率 真的要超前部署 从50岁就开始要 针对我们的赤洞税 开始要做一些预防的工作 然后包括我们的 我刚才讲到说脑力 肌力 体力 还有我们的骨鬆症 都是从这时候开始衰退的 研究也发现 高盐 高胆固醇 常摄取饱和跟反噬脂肪食物 脑容量较小 另外饮食不均衡 加上久坐不运动 特别是腹部肥胖 失智风险也相对提高 肥胖与厂上脑袋 其实蛮特别的 它对于中年人的影响 大于老年人 我们现在知道就是说 中年人的肥胖到老年 导致失智的风险会增加 可是如果是老年人的肥胖 甚至有一点点保护的效果 中年人的肥胖到老年的失智风险 是真的会增加 今天是吃健康的食物 如果如蔬果 坚果 味精致的全穀物 或者是鸡 鱼 这些比较有益健康的食物的话 我们脑力是脑不会萎缩 然后也不会变小 然后甚至也不会下滑 要如何动力大脑 专家建议除了补充正确饮食 只要每天维持走路 做家事等等轻度运动 就能延缓大脑退化 另外 影法族也要白天多活动 除了增进社交 也能提升晚上睡眠品质 让大脑更灵活 记者顾参有台北采访报道